哈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影片 今天呢 我要给你们讲解的是 ASK的第一个的Part 2 OK 根据上部影片如果还没有看到 记得回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继续来讲 第四个FASA呢就是 FASA PENGUJIAN ATTOUCARA TAN PENYA PERBITJATAN RALAT 最主要呢就是 找出 RALAT 就是很简单的概念嘛 所以我们要 MENGENDO PASTIV RALAT RALAT LANG OTHER 然后要MENBIGI TAH就是 SUGU TAH OK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有三种RALAT RALAT SYNTEX RALAT MASA LARIAN 还有RALAT Logic RALAT SYNTEX呢就是 我们 我们 写这个 用的 我们写这个 Coding 时候我们 我们 PENGUNAN SYNTEX SATO PASA PENGUNAN RALAT SYNTEX 就是说比如说 我用Python来讲啦 我们写print 就是我们要output嘛 我们要 展示一个东西 要他出一行字啦 就是我们用print嘛 但是呢 我们print我们 后面呢 我们没有放到 挂呼啊 我们的print spell错啊 我们没有spell对这个print啊 就是这种咯 这个就是RALAT SYNTEX 第2个RALAT MASA LARIAN 这个是因为呢 可能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 他会 突然跟你讲 哎 有什么area 最主要呢 他是 跟这个电脑的环境有关 例如说我们电脑 不小心中wires啊 电脑的系统有问题啊 就是RALAT MASA LARIAN 然后RALAT logic呢 是最难找的 因为呢 他是因为 我们的formular错误 通常是 例如说啦 本来我们 的结果应该是要2的 但是他的结果不是2 就是我们在 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formular错了 但是呢 因为是formular错 所以他过后 一直跑完的时候 他不会有任何的area出来 他不会跟你讲有错误 这个就要你自己一个一个去看 才可以懂 好 首先 第1个我们用到 Tegnet RALIAN 我们就 蒙古记阿多查的 就是我们要找的RALAT 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很多很多个 例如说 我们来看他的 Pengistihara 他有没有对 然后 Input那方面有没有对 Process有没有对 Output有没有对 然后我们再找出 我们在这4个里面呢 我们再看他有没有RALAT 然后 有的话 我们就 修复RALAT 下一个 Technic Pengistihara Pengistihara RALAT Syntax呢 我们就 会有 他在Area的时候 他会出invalid Syntax Maxlarian 的时候呢 他会出 可能我们的code 哪里 不一样 有错误 例如说 他会出 第几行 这样子 RALAT Logic呢 他的output 是不准确 但是他不有任何的Area 这个就是 Pengistihara 这个chondo 这是我们每个LALAT 他的一个 切里切里 这些就是他的一个chondo 然后Technic Pengistihara 就是把不中的东西 我们丢到他 其实这边他更多呢 是 是 属于 要怎样解决的一个过程啦 这个你不用很在意 就是说 你看他一直这样子解决有一个RALAT 然后他怎样去解决他 这个也就是Pengistihara 下一个呢就是Pengistihara Pengistihara 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 Mumbina model 他最后我们要做出来一个结果证明说 我们有修补到这个RALAT 然后这边就给我们了LANGA LANGA 就是我们 怎样去找这个RALAT的步骤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的Pengistihara 是不是对的 然后我们的Syndex是不是对的 我们的Logic 然后Code的那个排法对不对 Formula对不对 然后SampleData来 就是我们 亲自去测试这个时候是对的 最终的一个测试啦 这个程 我们来开始运行这个程序 然后 看他有没有出来的RALAT 然后 去确认 这个RALAT在哪里然后修补 然后再 重复A到C就是 这三个 然后 一直重复重复 确保他没有RALAT为止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测试 用很多个 测试不同的 例如说 他我们的雷巴盘障 我们用不同的 数字来测试他 确保他没有RALAT 然后到最后了就是FASA Documentation 首先我们要懂 他有分为 Documentation Dalaman Documentation Loran Dalaman 就是我们 MENJADYRUJUKAN OLE PENGATO CHARABARU DALAMSISBWA Organisasi 这个是用于 我们的程序员的 例如说我们要把这个 交给 把这个程序 交给下一个程序员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这个Documentation Dalaman 就是让他明白 我们这个是怎样做啊 有什么细节啊 要给他知道 他最后的目的呢就是 我们帮助 MENJADYRUJ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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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呃 他还有分配 Document Postacle 跟判断 Pengunner 判断 Pengunner就是 呃 最后我们要怎样 去用 就是 就是 然后Document Postacle 呢就比较 复杂一点 其他事 就是说 例如说 我们买一个手机 我们买个电脑 然后我们要看啊 是不是他的 CPU啊 他的RAM啊 储存量多少啊 相机多大啊 然后有什么功能啊 这些呢都是在 Document Postacle 就是 关于 他的一些 也 呃特整 他的一些 Ciri-Ciri 判断成功呢就是 如何去使用 OK一个就是 Ciri-Ciri 一个就是 方法 OK就这样子分 然后我们 来看他用什么 Technic 第一个 我们用Technic Lerayan 我们就 呃 第一个就是 MENJADYKAN Documental C 我们把它分为 Talaman 跟Loran Loran 再分为 Document Postacle 这个跟判断 Postacle Technic Postacle Talaman Talaman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重要 然后Technic Postacle Loran 就是说 我们要在这个 呃 程序的时候 我们要写一个comment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comment 有一个hashtag的 这样子呢 我们再给 下一个 Postacle 我查的按 他看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去明白 因为你有 写了 这个是for什么 这个是for什么 例如这个process 这个是output 这样子 他就很容易明白 然后 最后一个 Technic Penitlakan 最后的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Technic Penitlakan 就是我们最后 我们要写的 这个是document Postacle 就是例如说 我们要用Windows 还是 MacOS Linux 我们最少要2GB的 RAM 我们的订阅 订阅版本要至少多少 OK 然后 SudoCode ChataAlay CodeArahan 最后呢就是 判断PenCuner 判断PenCuner 就是 例如说 我们要怎样去做 第一步呢 我们要下载Python 第二步 安装 第三步 开启 就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要教你们 每个发散呢 我们要如何知道 它用什么Technic 因为你是不是 有一个 疑问就是说 哎 做么他们 每个用的Technic 好像不一样呢 我要怎样去分辨哪一个用哪个Technic 真的很简单 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如果你们手下有课本的话 你们分到 呃第19月啦 你们来看一下 一起来看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首先 我们来看 发散1呢 它是用Technic Lerayan 然后呢 到了发散2它就接着下去 接着下的 它对呀 它用 它用 Pengdiamatch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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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了 这个 所以说发散1 发散2 它这4个呢 是有连结的哦 有注意到吗 刚刚好四个 就是连着下 所以你要记得 就是这样子 连着下的 然后 它就有 它有三个 它没有 它只有前面三个 前面三个就在 发沙第一个 然后到了发沙8 它只有全部四个 有吗 全部四个 还有发沙5 也是全部四个 这个就是它的概念 所以你看明白了吗 我再重复一次 发沙1发沙2 它是刚刚好四个 一起连着下 看到吗 这个第一个technic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发沙第一个呢 一二三 然后它没有四 它没有四 然后发沙8 它就有一二三四 全部四个都有 发沙5 它也是一二三四个都有 这个就是你要如何去懂 它用什么technic 因为这个考试出 它在objective 真的很喜欢问你这种 所以说 你们看明白了吗 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到你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